主席 特首 社会这个乱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整个政府好像是寸步难行 比人的感觉更加是无章法 就好像在星期二 你刚刚推出的新的十项的 利民纾困措施 那些措施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当中大部分的建议 是很多在座的议员 多年来的争取和畅议 令人废解的就是 如果政府觉得这些措施是迫切性的 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 不用早多 早多三个月 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 你大可以提出 但你没有 而我们民生 现在在我们面前 其中一个最迫切的问题 我看到的是来势空空的传染病 对上两个星期 单是流感 单是流感 已经死超过十个人 其中一个 是只有十八个月大的小朋友 现在公立医院 不单止是高峰期 爆满 是全年 是日日 病床都爆满 人手不够 还要面对了流感 和新型的传染病 医院就好像战场 也是我所说的 已经去到一个淪陷的地步 不要说真的 香港出现这个 武汉不明肺炎的输入国案 根本我们连自己流感的疫情 都应付不了 最可悲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问题 我不是第一次在立法会追问特首 或者有关的政策局 已经是讲过很多次 所以我想问特首 面对迫在未知 关乎人命的传染病 和流感的疫情 可否可以拿多一点的承担 拿多一点的钱出来 真是的气心肝 搞好分流 我一直建议 是由医管局 和食卫局 你们带头 提供多些资源 做好公私营协作分流 在公立医院 增设这个流感分流门诊 你用流动的医疗车也好 你另找地方也好 将没那么严重的病人分流去 不要一窩蜂 去逼爆急症室 所以特首 可否可以尽快 扎城医管局 即时拿资源和拿钱出来 做以上的分流措施 谢谢 握手 多谢主席 多谢陈议员的提问 两年前公布的十项 民生的政策新措施 都是市民很元健 是本议会大部分的议员 很乐见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进一步来到沟通和合作 尽快能够可以落实 这些遗民的措施 至于陈议员关心的在公营医院里面处理目前冬季流感高峰期 以至到近日出现了有关武汉疾病防控的工作 我可以跟陈议员说 问题基本上不是在资源那方面 我记得在去年这个时候 同样因为要应对冬季的流感 我就马上公布了我们会投入额外的五亿元 给医管局来加强他们服务 而今年其实为了应付冬季流感季节可能出现 服务需求增长 医院管理局已经在去年的七月就展开了筹备的工作 而且向他的医院联网是预先撥款7亿3200万元 相对于2018-19年整体用于应付流感大概是8亿元 这个数字都是相当接近的 可以令到前线的管理人员 及早安排人手和支援一些配套 如果有需要 特区政府是非常之乐意提供一些额外的资源 也就是等于 其实在这个财政年度 2019-20年的财政年度 我们已经为医管局额外提供了五千万元 就是推行应对冬季服务高峰期的人手的措施 这些措施 我想很多陈议员都是耳熟能长 所以我就不详细再去交代 但是总的来说 现在我们面对在公营医疗的方面 是有硬件的问题和软件的问题 怎样能够是争取最快的时间 可以建设更加多的医院的设施 也都怎样可以增加到我们医护人手 现在仍然缺乏这个情况 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我知道医管局在这一方面 也都是在想着一些不同的措施 而各位议员 我希望也都是尽快来支持 我们有关于医院矿建的基建的项目 多谢陈渝 陈开恩 特首 医管局仍然是维持在想着的阶段 所以我不跟你拗这个问题下去 所以我想追问的是改善医院逼爆的问题 另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基层医疗 primary care要做好一点 其中一个primary care可以做好一点的 就是我们的长者医疗圈 你看回从2014年到现在 恒常的金额是没有加过 一直都是靠财业过去两年 一次过加一次元 我实际想问了 刚才你说资源不是一个问题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我们有份帮手推行这个基层医疗 包括长者医疗圈 你是会落实去加码 可以帮到我们这些市民呢 请请长官 陈议员提出的基层医疗 我是支持的 所以陈议员都记得 本届政府在推动基层医疗 那方面是特别力度是大 首个的葵青的地区 康研中心已经开望 也都在服务着市民了 另外两个区的这些中心 也都有进行招标工作 整套加强基层医疗的系统 慢慢将会在香港建立起来 从而减轻医院服务的压力 医疗券的问题 已经在去年进行了一个全面检讨 全面检讨之后的落实的措施 也都在进行着 当然我完全明白 市民希望在一些 能够市民受惠的支援的项目里面 能够投入更加多的资源 但是正如陈议员都 其实暗示都提过的了 有很多在我两日前公布的措施 其实本会都讨论过 为什么去到这个时候呢 某程度上都是要检视 我们在什么时候 能够投放什么资源 改善在哪一方面 那个服务 为社会和为受助的社群 是取得最大的效益 班绍平議員 报答你什么问题 我是特别针对问掌借医疗圈 特首请你正面回应 那个掌借医疗圈加盖问题 行上盖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陈议员 但你会见到今次十项的 慰民措施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放在掌借 那方面 希望他们的退休生活 他们的日常的出行那方面 都能够得到更加大的照顾 潘兆平議員 多谢主席 特首 你前日提出的十项民生政策新措施 多项是与劳工有直接关系 当中包括推行法定假期和公众假期看齐 为低收入的打工子女供强积金 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士 提供现金津贴等 我对这些政策新措施表示欢迎 其实这些多项的劳工政策 在劳工界争取多年的诉求 在社会也都讨论很久 特别是增加法定假期 上个月劳顾会也讨论过 劳资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我不知道特首有什么信心和方法 令到劳顾会可以达到你的建议 我更不希望你的建议会变成了兑现不到的支票 特首 我现在的问题是 香港现时经济下行 失业率上升 暴乱未止 行政长官 多谢主席潘瑶人的提问 本届政府都是很重视劳工的权益 所以我们先后已经就着强积金的对冲 提出了优化的方案 也都已经提交了法案 可以增加产假的日数 当然每一个这些劳工的权益 我都希望能够透过劳资双方 互量互扬有伤有良来达致 今次提出的有关增加法定假期 与公众假期看齐 我们也都会本着同一个态度和精神 来到希望争取可以落实 政府的角色将会是一个促成 和一个配合的角色 至于潘瑶提出其他 和今次经济衰退失业率可能上升 而政府会提出的措施 我在两日前的那一套策略措施里面 已经有两项是有针对性 一个就是对于短期失业的人士 提供一个有时限的津贴 另一个就是对于就业不足的人士 他工事是未足够领取职遵 我们都会设计一个新的计划 令到他可以继续 获得这个有时限的津贴 至于其他有关于 怎样去应对这件事 我相信是 我们都乐意继续听意见 但就每一个的成效 和他的影响 都是要充分地去掌握 才能够做得好 多谢所谓 是 潘兆平 特首你提到失业人士的现金津贴 最快都要10月才可以发放 现在有经济困难的人士 又不是跌到公门网 那他应该如何解救呢 特首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文经常管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潘兆平 就着一些短期即时性的措施 我们都会很努力地尽快 来让他可以落实执行 但是早前 我们都已经推出了 不少是针对失业人士的措施的了 例如在再培训局里面 我们也都有一个为失业人士提供支援的 因为目前这些失业人士 他当然可以申请纵援 但一般都未必能够在即时失业 就可以即时有资格领取纵援的 我们都是为他提供了 由雇员再培训局 举办的再培训的课程 就可以领取这个生活 或者这个叫培训的津贴 现时每位学员每个月 最多领取4000元的津贴 而这些培训的课程的种类是非常之多 应该可以满足到 在不同行业失业人士的兴趣和需求 而财政司司长早前已经宣布 我们会将提高这个再培训 津贴额去到每月5800元 在完成所需的立法程序之后 预计可以在今年7月1日 或者之前生效